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锁引以及锁引缓冲区的概念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我们知道了模型数据的存储方式 并且我们还学习到了模型的表现方式 我们知道模型是通过三角形来进行表现的 但是在上一节课程里面,我们传入给GPU的数据,却是零点数据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GPU如何知道我们传入的零点数据应该如何构成三角形 我们现在来绘图看一下,为何我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不用考虑的太复杂了,我们就绘制四个点 然后通过这四个点,我们来连接出三角形 假设这是我们的点1,点2,点3,点4 大家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点,与这一个点连接,然后构成一个三角形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点,与这个点连接,构成一个三角形 大家这个时候应该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只提供了四个零点 但是我们绘制出来的三角形,却有多个 既然我们能够绘制出多个三角形 那么GPU肯定就无法知道,这些顶点应该如何构成三角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引入了锁引以及锁引缓冲区的概念 锁引的意思,就是对零点数据进行锁引 然后我们通过锁引来标记出三角形 比如我们刚才画的四个零点 我们分别定义为 V0 V1 V2 以及V3 那么它们的锁引就分别对应为 V0对应0号锁引 V1对应1号锁引 V2对应2号锁引 V3对应3号锁引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锁引来标记出我们想要的三角形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 V0 V1 V2 来标记出三角形1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过锁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锁引 1 2 来标记出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通过锁引来标记出 V2 V3 V0三角形 那么它对应的锁引就为 V2 V2 V3 V0 V2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锁引连接起来 就变成了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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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据就可以 表示出两个三角形 既然这样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锁引长度 除以3 得到三角形的数量 我们从而就可以计算出 模型的三角形的数量 模型三角形的数量 也就是我们长说的两核 那么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的索引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零点其实只有四个 但是我们的索引数据有六条 六条索引数据 可以确定出两个三角形 同样为了能够让GPU访问索引数据 我们也需要将索引数据 传入到一个特殊的盘处区里面 这个专门用来充当索引数据的缓冲区 就称为索引缓冲区 索引缓冲区的创建过程 跟顶点缓冲区的创建过程是一样的 在这里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就是索引的顺序 索引的顺序不同 构成的三角形也就不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索引 零 一 二 零一二可以确定出一个三角形 那么 二 一 零 同样可以确定出一个三角形 并且从外观上面看起来 这两个三角形是一样的 但是 其实这两个三角形是不相同的 大家联想一下 我们之前学习 把线的计算的计算过程 通过索引 零 一 二 我们可以确定出 V0 到V1 的向量 V1 到V2 的向量 然后通过拇指法轴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也就是这个三角形 它的反向量 是朝着平面的上方的 那么我们的索引 二一零 就可以确定出 两条向量 V2 到V1 V1 到V0 然后我们同样通过拇指法轴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一个平面的反向量 是朝着平面的下方的 既然这两个平面的反向量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通过反向 计算出来的光照 或者一些其他的效果 那么肯定也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索引的顺序不一样 对应的三角形 也就不一样 索引的顺序分为两种 一种是顺时针 一种是历时针 我们在设置索引顺序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指定 顺时针是正向方向 还是历时针是正向方向 在低差中 默认 顺时针为正向 在OpenJu里面 默认 历时针为正向 当我们知道了 所有的顺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 看一下 什么是剔除 在3D渲染当中 我们不会把模型的 每一个三角形的两面 都渲染出来 因为这样会非常浪费资源 比如我们在UVT3D里面 来观察一下 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 新建一个猴子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 是一个全封闭的盒子 那么我们只能看到 这个盒子的外面 这个盒子的内部 我们其实是 看不到的 在这种时候 我们如果还来渲染 这个盒子的内部 那么就是非常浪费资源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就需要 关闭 三角形 背面的渲染 这个时候 我们的索引顺序 就派上了用场 GPU可以根据 索引的顺序 去选择 不渲染 模型的背面 这一个时候 我们的索引顺序 就派上了用场 GPU就根据 我们的索引顺序 以及我们指定的 正方向 来渲染 三角形的正向 而不去渲染 三角形的背面 这个索引顺序 其实也就 确定了 三角形的 正面和反面 我们可以选择 不渲染背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渲染背面 渲染背面的这种情况 我们会经常遇到 比如 当我们渲染一个 非必合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如果 开启了 不渲染背面 或者说 引擎帮我们 开启了 不渲染背面的选项 那么我们在 某些角度下面 看这个模型 就会出现 所谓的bug 比如我们现在 就在UDT3D里面 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面片 在这一个角度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面片 但是如果 我们换一个角度 也就是我们跑到 这一个面片的背面 然后再往上面看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球 可以看到猴子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背面 之所以看不到 我们的背面 就是因为 我们开启了 剔除背面的选项 但是在很多场合 我们却需要 关闭这一个选项 因为面片 用到的地方非常多 有时候 我们为了节省 被存用量 减少模型的面数 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比如半透明的窗户 指示牌 树枝 草 或者等等一些其他地方 我们就需要用到面片 来进行显示 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看不到 面片的背面 那么这一个画面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错误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知GPU 使用双面渲染 在Ult3D里面 我们可以简单改一下shader 比如在这里 我可以先创建一个shader 然后我们可以指定 关闭 然后创建一个材质 我们将这个材质 出给这一个面片 然后选择我们的shader 为我们创建的shader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从下面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面片 在OpenJu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API 来通知GPU 剔除哪一个面 比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OpenJu里面 就是通过GLQFace 来通知GPU 渲染哪一个面 比如这里 就是Geobike 就是通知GPU 不渲染背面 同样 我们可以通知GPU 不渲染正面 我们也可以通知GPU 不渲染正面和背面 如果不渲染正面和背面 那么我们将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可以通知GPU 都进行渲染 这个剔除 其实就是这样 很简单 这是要理解背后的原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点 锁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存用量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锁影 来去掉重复的零点 比如我们在Unity3D里面来观察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面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个零点 它被六个三角形共用 如果我们使用锁影的方式 那么这一个零点 我们其实只需要存储一个 然后通过锁影 来标记出 这个零点 它存在于哪几个三角形里面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去掉 模型里面重复的零点 因为重复的零点 对于我们来说 只会增加配存用量 而不存在一些其他的特别的意义 然后就是第五点 锁影是简单的整数 锁影不存在负数 因此我们的锁影 一般是使用的 无符号整数来进行表示 对于很多设备 特别是一些低端设备 它们只支持 65535个锁影 那么折合就是 21845个三角形 当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如果我们的模型面数过多 比如我们的模型的面数 可能有5万个 或者6万个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锁影数据不够 因此我们就需要 拆分我们的零点数据 拆分我们的锁影数据 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这种情况 大家只要对零点数据 以及锁影数据 拆分即可 然后就是 当我们渲染模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指定 模型对应的锁影缓冲区 以及锁影的起始位置 和结束位置 默认我们是渲染整个模型 那么我们的起始位置 就是零 结束位置 就是锁影的整个长度 有些时候 我们会选择 渲染模型的某一部分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更改 减少我们绘制的次数 这种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多个模型 合并到一起 将多个模型 合并到一起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将这些模型的零点数据 合并成一个零点数据 也就是将它们的零点缓冲区 也合并成一个零点缓冲区 将它们的零点缓冲区 那么这样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绘制 来完成绘制多个模型的任务 比如 假设我们的模型一 找零点缓冲区 V0 V1 V2 它对应的索引数据为 零 一 二 然后我们假设我们的模型 零点缓冲区 和零点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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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零点缓冲区 就变成0 V0 V1 V2 M0 M1 M2 N0 N1 N2 然后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合遍 就变成0 1 2 0加3 1 加3 2 加3 其中 这个3 就是前面这个模型点点数据的长度 然后是0加6 1加6 2加6 这一个6 其实就是前面两个模型点点数据的长度 其实模型的合遍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一般我们会合并那些静态的模型 也就是在场景中不会发生变化的模型 如果一个模型经常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就要权衡 是否需要进行合并的操作 因为模型发生变化之后 它的点点数据也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需要更新对应的点点数据 那么这个过程的计算量就跟我们模型 面数直接挂钩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今天的课程内容讲的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消化这些知识点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会给大家讲解 点点的着色阶段 感谢观看